第六 多项潜在普通股 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这些情况的一个混合吧 那混合的话 它可能就会混合稀释的一个作用 它会有一些互相的一个影响 那怎么办呢 这个企业对外发行 不同潜在普通股的 比如说我又有认股前证 我又有可转换公司债券 我又有股票期权 那怎么办呢 我单独考察其中 某个潜在普通股 可能会具有稀释作用 但如果我和其他潜在普通股 一并考察的时候啊 可能恰恰变为了反稀释作用 它有互相之间的一个作用影响 那为了反映潜在普通股 我最大的一个稀释作用 什么意思啊 我一定是要反映 我的稀释美股收益最小之 因为我要展现给我的 报表使用者看 我最差我的美股收益 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我一定要计算出来一个 稀释作用最强的一个组合 是这样吧 我一定要找到一个最小值 那么稀释性潜在普通股 就应当按照其稀释程度 从大到小的顺序 去慢慢的逐步 进入我的稀释美股收益 计算当中去 因为它有相互的作用 你不能拼了啪啪 把它全部放到一起 一起去计算 它有相互抵消的作用的 所以我要把这个稀释程度 爬爬去 爬爬去 从大到小的顺序 依次进入我稀释美股收益当中去 直至我稀释美股收益 达到一个最小值 如果说你排序了之后 有一个值你放进去之后 你发现 它怎么变成反稀释了 那么这个值就不能再加了 一定是要到最小值 那么稀释程度 根据增量股的美股收益 来进行衡量 什么 增量股美股收益 增量股美股收益 也就是说 我的分子分母分别增加的这块 两个data相除 这叫我们增量股的一个美股收益 用过它来进行一个衡量 那通常情况下 股份期权和任股权证 我要排在前面去计算 因为其假设行权 一般是不影响净利润的 也就是说 股份期权和任股权证 它只是说在未来 一定价格去买我公司的这个股份 它对净利润有影响吗 没有影响 也就是说我的这个分子 这个data是零 那么最终导致你的增量 美股收益 是不是最终是零啊 也就是说 它肯定是影响 是最大的 稀释性比较大的 那我们把它排在前面 排在前面啊 先让它进入 我稀释美股收益计算的公式当中去 增量股 美股收益 越小的 潜在普通股 稀释程度 也越大呀 对吧 它越小的 也就是说 这个两个data相除 越小的 那么就是分子 比分母 越小呗 那么加进去之后啊 可能它的稀释作用就会越大呀 那么你稀释 美股收益就会越小呗 我们来看这个立体啊 通过这个立体 就马上把这个知识点给掌握了 某公司 某新年度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啊 是5625万元 发行在外 普通股 加权平均数是18750万股 年初已发行在外的普通股 潜在普通股 有 就下面这种情况 它给你列了三个情况 第一个呢 是任股权证 第二个呢 是可转还公司债券 第三个呢 也是可转还公司债券 那么这三个情况 如果我们直接把它 噼啦啪啦放在公式里计算 它稀释 美股收益的话 它可能会有抵消的一个作用 我们找不出来一个最小值的 所以我们要分别去加 分别去加 那么根据增量 美股收益大小来进行判断 是这样吧 好 任股权证啊 它说发了7200万份 每份任股权证 可以在行判日 以8元的价格 认购一股 本公司新发的股票 8元每股的认股价 然后它的市价是多少 它的市价呀 12块钱 12块钱 那么也就说 8块钱是小于12块钱 它是不是有稀释作用 有稀释作用 第二 按面值发行的 五年期可转换公司债券 7500万元 债券每张面值100元 票面年利率为2.6 转股价格为每股12.5 即每100元债券可转换 8股面值为1元的普通股 好了 可转换公司债券 你在计算的时候 是不是要调分子 调分母啊 你的增量 每股收益是要计算出来的 那么同样的 第三个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的面值啊 利率啊 这个 转股价是不一样的 但是它都是一个可转换公司债券 好了 我们再来看后面 他说年度的呀 没有认股权证被兴权 也没有可转换公司债券 被转换或赎回 所得税税率为25% 假设不考虑可转换公司债券 在负债和权益成分的一个分差 好了 这句话非常重要 他说 不考虑可转换公司债券 在负债和权益成分的一个分差 也就是说 我们没有必要 再去计算权益成分的贡猬价值了 我们在计算财务费用的时候 也就是说 我分子应该调整的数额的时候啊 就直接用它的面值 去乘以利率就行了 而且他说 票面利率啊 正好等于实际利率 简化处理了 某七年度美股收益计算 基本美股收益很简单 是吧 直接用我归属于普通股的 一个净利润 5625 去除以我发行在外的 普通股加权平均数呗 那么得到0.3元美股 好了 计算稀释美股收益 那么假设 我潜在普通股 是不是都会转化为 转化为普通股啊 计算一个增量股的美股收益 并且进行一个排序 那排序的表是这样的 那我来看一下啊 首先是认股权证 这个认股权证的分加 你想想 它是不是要排在第一 是 我们刚才说了 认股权证和股票期权 它排序一定是往前排的 因为它只影响分母 不影响分子 它的吸食作用是比较大的 对吧 它的增量美股收益 一般都是0 所以它要排在前面 它要排在前面 那它对分母的影响是怎么样的 它要加上一个 无对价支付的一个部分 无对价送股的这个部分 是吧 那无对价送股的部分 怎么算 也很简单 一共是7200万股 然后去乘以多少 8块钱的一个认股价 这是我总共收到的一个金额 去除业市价12 这是我正常应该能够 收到的一个股数 然后用7200万股票 减掉这个数 就是我无对价送股的部分 那么等于2400 你需要在分母当中 加上一个2400 好了 还有两个债券 可转化公司债券 2.6%和1.4% 因为它没有负债成分 和权益成分的一个分拆 所以我们直接用面值 去乘以利率 得出来它的一个利息费用 财务费用就可以了 如果是资本化的利息费用 这里就不能考虑了 是吧 因为只有费用化的利息费用 它才会影响净利润 那么7亿5000的一个面值 去乘以2.6%的一个利率 是不是要考虑 税后的财务费用 才能加到分子当中去 所以乘以一个1减去25% 得到1462.5 这是我分子调整的增加额 同时我们还要计算一个 分母调整数 分母调整数 用7亿5000 去除以我的转股价 12块5 得到我增加的股数是6000 好了 1462.5去除以6000 是不是就是我的增量股 每股收益啊 是0.24 好 再来看1.4%债券的这个 一样的计算方法 它的要票面总额啊 1亿5000去乘以 它的利率 1.4% 再乘以一个税后的值 它等于1575点 1575万元 好了 那 它的转股价是10块钱 所以它最终啊 影响分母的说是15000 影响分子的说是1575 1575去除以15000 得到它的增量股 每股收益啊 是0.11 现在要进行排序 任股权证 毋庸置疑 它的息息性最大 排第一位 然后这个2.6%的债券 和1.4%的债券啊 你要看它增量 每股收益的 谁越小 息息性最作用越大 所以1.4%的这个债券 它一定是排在第二位 而2.6%债券的 这个债券 它应该排第三位 因为它的增量股 每股收益大 好了 排好序之后啊 我们就应该分布 分布 逐步进入 稀释每股收益的 计算当中去 好了 基本每股收益 净利润是5625 然后股数 分母是18750 算出来是0.3 对吧 好了 息息性最大的 认股权证 先让它进来 认股权证 它调整的 只有一个分母 2400 所以调整之后啊 我的分母 分子是5625 没变 分母是18750 加上2400 得21150 是这样吗 那么5625 去除以21150 就算出来 我稀释的 每股收益 是0.27 那么0.27 你看 它是不是 比0.3 要小了 所以它是 有一个稀释性 任股权证 一定是满足了 两个财经之后啊 一定是有稀释性 好了 然后再把第二个 可转换公司债券 加进去 1.4%的 它是不是排序 排到了第二啊 所以要先把它 加进去 那么它的影响 是多少 我们当时计算出来的 分子的影响 15775 分母的影响 15000 所以啊 你要把这两个值 加到你刚才计算的 任股权证 算完的这个基数 之后再往上加 那么也就是 5625 加上1575 得到7200 然后分母 21150 加上15000 得到36150 那么计算 每股收益就应该是 7200 除以36150 得到0.2 那你会发现 哎 我加上了这个 可转换公司债券之后 是不是 我的每股收益 又降低了 所以它也是有一个 稀释作用在这里 好了 再往下看 我要加第三个了 第三个是要加 2.6%的 这个可转换公司债券吧 好了 它影响的一个金额 一个是分母的 分子的1462.5 分母的6000 把这两个数 在我们1.4的 可转换公司债券 计算的这个基数之上 再往下加 也就是7200 你要加上1462.5 得到8662.5 36150 加上6000 得到42150 同样的计算出来 每股收益是0.21 好了 这个时候你发现 我加完了1.4%的 可转换公司债券之后啊 我的这个 每股收益是0.2 但是我加上了2.6%的 这种可转换公司债券 没有降低 我的每股收益 反而增加了 所以你加上之后 是不是有一个反息式作用了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 逐步进入的一个原因 如果你把它笼终地放在一起 它有互相的一个底下的一个作用呢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最终最终计算出来的 稀释 每股收益就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0.2 找一个最小值 也就是说 它一旦出现了一个反息式的话 你就要停止进入了 停止进入了 到0.2 结束 最终 稀释美股收益为0.2元 美股 猎豹在我们爆养量中段 就是0.2元 美股 你要告诉 外部报表投资者 你最差的一个情况 是0.2元 美股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知识点 讲的是 子公司 合营企业 或联姻企业 它发行的一些潜在普通股 子公司 合营企业 联姻企业 它可能也会有一些潜在普通股吧 好 那么如果是子公司 合营企业 联姻企业 它发行的 能够转换其 它自身的一些普通股的 潜 稀释性潜在普通股 那不仅应当 包括在其 稀释美股收益的计算当中 我子公司 以子公司为例 我子公司 它要计算自己的美股收益 那么如果是 它有这种潜在的普通股的话 也要在计算 它自己 稀释美股收益的 这个公式当中啊 要考虑进去 是吧 而且还应当 包括在 合并 稀释 美股收益 以及投资者 稀释 美股收益的计算当中 那么我们这里啊 教材的这个立体 包括我们平时做的一些题目啊 基本上都主要是一个子公司 子公司 它在编 合并 财务报表的时候啊 它要计算一个 合并 稀释 美股收益 和合并 基本 美股收益 应该如何去计算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子公司啊 它有这种潜在普通股的话 那么我们在编制 合并报表 计算 合并 基本 美股收益的实话 我们应该这样去计算 分子 应该是 母公司的净利润 这个是我母公司 个别财务报表当中 归属的一个净利润 是吧 加上我子公司里面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那么母公司可能不是百分之百 吃股的 那子公司的这个净利润里面 要乘以一个 呃 吃股比例 比如说百分之七十啊 那么就要乘以百分之七十 算出来 归属于我母公司这部分的 一个美股收益 去除以什么 母公司当期发行在外的 普通股股数的一个 加权平均数 那么我们在 刚开始开篇的时候 就讲过了 如果你要编制这种 合并 财务报表 然后要计算合并 基本美股收益的 那么你的分母一定是 母公司当期发行在外的 普通股股数的 价权平均数 那有同学说 那子公司的呢 子公司 是与你在编制 合并报表的时候 是不是都已经抵掉了 你想想我们 合并资产负债表 我们是不是要把 子公司的 所有者权益 全部抵掉了 所以他的股数 都已经没有了 所以只剩下 母公司当期发行在外的 这种普通股股数的 价权平均数了 所以啊 你的分子和分母要匹配啊 那么你的分子 就应该只是 归属于我们母公司的 一个净利润 加上我们母公司 自己的一个净利润 去计算 我合并的 基本美股收益 就可以了 如果是西市 美股收益呢 它的计算 就稍微复杂一点了 那么以往年度啊 对于这里啊 都是简单的考察了一下 有一个计算题 那么今年 在这一块啊 这块 这块 这个知识点里面啊 增加了一个立体 那么也就说 它的重要性 up了一下啊 所以 这里要重点看一下 重点看一下 我们后边的这两个立体啊 要重点去做一下 好 合并 西市 美股收益 它等于 母公司的净利润 加上 子公司净利润中 归属于普通股 且由母公司 享有的一个部分 这个没问题 是吧 然后再加上 我子公司净利润中 归属于 任股权证等 稀释性潜在普通股 且由母公司 享有的一个部分 因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子公司 它是不是有一些 潜在的普通股啊 那我在考虑 合并西市 美股收益的时候 也要考虑 进来 那你考虑的时候 你只要考虑 归属于我母公司 这一部分 就可以了 比如说 这个子公司 有这个任股权证 900万股 然后我母公司呢 持股比例是 18万股 那么我只需要 计算我子公司 净利润里边 这个份额的 任股权证 它的一个净利润 就可以了 只需要计算 属于我们母公司 这一部分 然后分母呢 不需要挑 分母永远是我母公司 当期八行在外的 普通股股数的 加权平均数 那么我觉得 看这个文字啊 还是比较晦思难懂 后边两个例题 重点去看一下 来 第一个例题 假公司啊 某七年度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 净利润啊 是七亿两千万元 这个就是我母公司 个别财务报表当中 我母公司的一个 母公司的一个净利润呗 也就是说 它不包括子公司 以公司的利润 或以公司支付的一个股利 发行在外的 普通股 加权平均数是 六亿万股 那么我们再捋一下啊 母公司 它的净利润 七二零零零 然后它的加权 它已经给你时间加权好了 加权的一个普通股股数是 六万 是这样吧 那么基本美股收益 啊 是不是就是这个啊 这是假公司 个别财务报表当中的 一个基本美股收益吧 它持有 以公司 70%的一个 普通股股权 以公司在某七年度啊 归属于 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三二四零零 三二四零零 那么子公司 个别财务报表当中 自己的一个净利润 是不是就是 三二四零零啊 发行在外 普通股 加权平均数 是 一三五零零 好了 那么这个普通股 当年平均的市场价格 为八元 三二四零零 除以一三五零零 是不是以公司 它的基本美股收益啊 年初 以公司对外发行 九百万份 可用于购买其 普通股的认股权证 好了 认股权证出来了 行权价格为四元 好了 这个四元 是不是小于你的市场价格 八元 它是一个盈利企业吗 是 为什么 因为它净利润是三二四零零啊 所以它是具有新式性的吧 那么你在计算 以公司自己的 自己的这个报表里边的 稀释美股收益的时候 你就要考虑进去 但现在我们 问题是主要解决 合并稀释利润 对吧 那合并的 这个稀释的 美股收益里边 你要考虑 我母公司占比这部分 我母公司占比多少 母公司持有十八万份 任务权证 也就是说 我母公司的占比 是不是 九百分之十八 当年 无认 无认股权证 被侵权 假设除了股利外 母子公司之间 没有其他 需要抵消的内部交易 假公司 取得对 乙公司投资时 乙公司各项 可辨认 资产等的 供应价值 与照明价值 一致 不需要进行调整呗 那么 某七年度 美股收益 计算应该如下 好了 我们来详细的看一下 它计算的一个过程 首先 我们是站在子公司 这个角度上 去计算的 子公司 它基本的美股收益 刚才我也写了 是不是 32400 去除以13500 等于2.4元美股 好了 那 我如果说要计算 子公司 它自己的 稀释美股收益的话 是不是也好计算 稀释美股收益 它是不是就有一个 任股权证 任股权证 它是不是只有 调分母啊 并且是 调整它 无对价支付的 送股的这个部分 这个股数吧 那无对价送股的 股数是多少 它一共是900万份 它发行的这个 任股权证 900万份 任股权证 然后900万份 减去900万份 去乘业 它的任股价 4块钱 它的市价 8块钱 是不是啊 那么算到这里 应该大家都会比较熟了吧 应该是450 所以你在计算 以公司个别 财务报表当中 稀释美股权 美股收益的时候 就应该是加上 450 再分母 当然它可能会有一个 时间权重 但是它说了 是年初发行的 所以它的时间权重啊 其实这里应该是一个 12分之12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 那么等于 2.32元 美股 是这样吧 好了 那现在我们 问题是要计算一个 合并 美股收益 首先 归属于母公司 普通股股东的 母公司 自己个别财务 报表的这个净利润 我们是不是说了 是72000啊 那么包括在 合并基本 美股收益中 计算的 子公司净利润的 一个部分 那么子公司的 这个净利润 是不是32 4000啊 这是它个别 报表里 是吧 它要去乘以 70% 是不是就是我们 母公司持股的 一个部分 因为我们母公司 持股是不是 70%啊 好了 那就是归属于 我们母公司 这个部分的净利润 是22680 好了 合并的基本 美股收益 就应该等于 我母公司 报表的一个净利润 加上归属于 我母公司的 子公司净利润 这一部分 去除以 我母公司的 这个普通股的股数 母公司发现在外的 普通股股数 是多少 加权平均数 都给你加权好了 6万 所以应该是 1.58 1.58 看一下 我们刚才那个公式 合并基本美股收益 是不是母公司的净利润 72000 加上子公司净利润里边 32400 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也就是乘以70% 去除业 母公司当期发行在外的 普通股股数的 加权平均数 6万 是这样吧 好 那么下面我们来计算一下 合并稀释 美股收益 这个合并稀释 美股收益啊 我们教材当中 有一个教材的思路啊 那我觉得呢 我有一个 我自己计算的一个思路啊 那么大家可以听一下 啊 楼老师是如何去分析的 那么 然后如果你觉得教材当中 这个思路啊 你更能接受 那你可以按教材的 这个思路来啊 那 我是这样觉得啊 这个子公司啊 他现在 他的净利润是多少 一共是 32400 是吧 32400 那你看 我们刚才在计算 子公司 他稀释的美股收益的时候啊 他的股数一共是多少 这些 32400的 净利润 一共有多少 股数啊 或者是多少股东 来进行分享呢 一共是 13500 加上 450 这么多的股东 来进行分享 其中 13500 是不是我们讲的 普通股 就是正式的 这些普通股的啊 当期发行在外的 这些普通股的一个数量 然后这450 是不是 你增加的 无对价支付的一个部分 就是你认股全正的 这个部分吧 好了 那么这个 32400的净利润啊 就和这个 13500 加上450的 一个普通股股数 进行相处 得到了他 稀释的美股收益 那么现在 我们要进行一个分拆 因为现在呢 我们要计算 归属于 母公司部分的 这个 稀释 美股收益啊 啊 归属于 母公司部分的 这个净利润 那这32400里面 它有多少 是归属于 我母公司的呢 你可以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 是我的普通股部分 发行在外的 普通股的这个部分 它占比是13500吧 那 任股全正部分 占比是多少 13500 加上 485 是这样吧 好 那么 这个净利润 其实啊 我们把它写 写完整啊 这个是我普通股 发行在外的 普通股的一个部分 那么这个呢 是我的 任股全正的一个部分 任股全正的一个部分 好了 那么 任股全正和普通股 这个部分 分别 在我母公司这里 占比多少 我普通股的这个部分 是不是占比70%啊 这一部分的利润 这一部分的利润 是不是占比70% 然后任股全正的部分 我占比是不是 918% 918% 所以啊 你用总的利润 去分别去乘以 这两个数 然后就得到了 这两部分 分别归属于 我母公司的一个净利润 你可以分别去计算 你也可以把它合在一起 把它合在一起 那我这个式子呢 就是把它合在一起了 那这一部分 就是我 普通股部分 它的一个比例 然后这一块 就是我任股全正部分 带来的一个净利润 那么这两部分的净利润 都要分别去看看 它归属于 母公司的一个部分 那为什么要分开去看呢 就是因为 它占的比例是不一样的 我任股全正部分 我占的比例 和我的普通股 占的一个比例 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比例 所以要分开去看呀 那最终啊 你算出来 我子公司净利润中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就是21944.88 这个21944.88 分为两部分了 就是一个普通股的 就是子公司净利润中 归属于我普通股股东的 这部分净利润 和子公司净利润里边 归属于我任股全正 也就是这些潜在普通股 部分的一个净利润 这两部分之和 加起来是21944.8 这个21944.8 一定是怎么样 需要做我合并 稀释每股收益 分子的一个计算技术 你要把它加上呗 除了我母公司 个别的报表里边的 7200 你还要加上 我子公司归属于 母公司的 这一部分净利润啊 好 再去除以 除以我母公司 发行在外的 普通股的 加权平均数啊 那么得到 我合并的 稀释每股收益 那么我还是那句话 以前啊 这里考试啊 大家都是 简单的过一下就可以了 那我觉得呢 今年增加了一个例题啊 就是后面 我马上要做这个例题 所以啊 这个合并吸食 美股收益 还是需要大家去掌握的 来看一下 我们22年新增的这个题目 假公司啊 为乙公司的母公司 持有乙公司 60%的普通股股权 乙公司采用 授予职工 限制性股票的形式 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也就是说 刚才那个子公司啊 它是有认股权证 是吧 啊 那么这个子公司呢 它是有限制性股票呗 都是会有 子公司部分 有这种潜在普通股的情况 那么对合并 稀释 美股收益会产生影响呗 某五年 1月1号 乙公司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向乙公司的200名管理人员 每人授予了1万份 自身股票 美股面值1元 授予价格是 美股10元 那么就是200去乘以1万 然后再去乘以10元呗 那么是2000万吗 总认股款是不是2000万 是 乙公司履行了相关增资手续 这个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 在授予日的供允价值啊 是美股5块钱 好了 这个5块钱就是相当于 你提供服务的这个价值呗 这个激励计划 规定 这些管理人员啊 从某五年月一日起 在乙公司连续服务 是不是三年啊 所授予的股票 将于某八年月一日 全部结束 期间离职的 乙公司将按照 原售与价格 每股10元回购相关的股票 激励对象 应获售限制性股票 而取得的现金股利啊 由公司贷管 作为应付股利 在解锁时 向激励对象支付 对于未能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 公司在回购股票时 应扣除激励对象 已享有的 该部分现金分红 是不是和我们之前讲的 限制性股票 这个题目 是不是差不多啊 都是一个可撤销呗 现金股利可撤销的一个 一个情况吗 好了 那么对于限制性股票 我们是不是要去计算什么 计算它的行权价格呀 从而计算它 无对价 送股的这个部分 才去调整我们 稀释美国收益 是这样吧 好了 在蒙古年度 假公司归属于 普通股股东的 净利润啊 是5个亿 不包括 乙公司的利润 那么也就说 是母公司 母公司 个别财务报表 自己的一个净利润吗 那么 不管你是计算合并 基本美股收益 还是合并 稀释美股收益 都是先要把这个值 加上的是吧 那么发行在外的 普通股 加权平均数 是两亿股 那么这个两亿股 不管你是计算合并 基本美股收益 还是合并 稀释美股收益 它永远都是作为 分母出来的 因为分子 分母里面的 子公司的股权 已经被抵掉了 那么 乙公司归属于 普通股股东的 经济润是3亿3 发行在外的普通股 加权平均数是 12500万元 以公司未宣告 八方股利 假定 某五年度 以公司 普通股的 平均市场价格 为 25万元 好了 这个25万元 要和你的 行权价格 来进行比较吧 好了 子公司 我们还是站在 子公司的角度上 先去计算 它的 基本美股收益 然后再去计算 它的 西式美股收益 最终我们再去计算 合并 产物报表里面的 合并 基本美股收益 和合并 西式美股收益 先看子公司 它自己的美股收益 简单 这个子公司 它基本美股收益 它说 子公司 是不是净利润 3亿3 发行在外的普通股 12500 所以 3亿3 除以 12500 2.64 算出来了 现在是一个 限制性股票 所以要计算 限制性股票的 行权价格 也好算 你只要把这个公式 背过了 套公式就行了 好了 行权价格应该等于 限制性股票的 发行价格 是不是10块钱发行的 去加上资产负债表日 尚未取得的 职工服务的 公允价值 你服务值多少钱 5块钱 去乘以多少 三分之二年吗 是不是还剩两年 所以得到13.33 这13.33 是不是要和你的 当期普通股 平均市场价格 25块钱 来进行比较 如果它小的话 那就要考虑 西式性 小不小 小 那么必然要去考虑 西式性 这里和股票 借权是一样的 处理方式啊 那么发行在外的 限制性股票 股份 在某五年的 加权平均数 是多少 它是在七初 发行的吧 那么200 去乘以1万呢 那么是200万股 200万股 好了 西式美股收益 是不是可以算了 可以了 好了 那么此公司 它的净利润 三万三亿三 它是不是限制性股票 它和股票期权 认股期权一样 不会影响分子 影响分子的 只是可转换公司 债券呀 好了 它不动 除以 12500 放在这里 这是它本身 发行在外的 普通股股数 加上 这一块 是我们限制性股票 它无对价 送股的部分吧 好了 怎么算出来了 刚才我们算出来了 它的限制性股票股份 一共是200万股 减去 200万股 乘以我的行权价 13.33 去除以我的市价 25 这是不是就是 我无对价 送股的部分 对普通股的一种 稀释啊 加上它 就行了 算出来 2.62元 每股 好了 再来看合并 这个假公司 合并美股收益 如何计算呢 先计算合并的 基本美股收益 合并基本美股收益 分子是什么 分子是 归属于 我母公司的 一个净利润啊 首先是我母公司 个别财务报表 自己的一个净利润 是吧 个别的 个别财务报表 自己的一个净利润 是不是5亿啊 再加上 我子公司 净利润里边 归属于 我的一个净利润 是多少 他这个地方用的是 2.64 乘以 12500 也就是 313嘛 你直接用313 也可以了 对吧 313去乘以60% 不就是19800吗 去除以 除以谁 除以我 母公司 发行在外的 加权平均股数 是吧 2万 2亿 那么等于3.49 好了 合并 基本美股收益 简单吗 简单 再来看 稀释 美股收益 合并的 稀释 美股收益 合并 稀释 美股收益 也是一样的 我觉得呢 大家可以 以我这样的一个思路 去计算啊 就是 我现在子公司的净利润 是不是有 3亿3 这个3亿3里边 如果我们考虑 稀释性的话 是不是要考虑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 我本身发行在外的 普通股股东 他分享的一个净利润 还有一部分是什么 我稀释的 我稀释的这个部分 也就是我限制性股票股东 所分享的这个部分 那一共是多少 那你看一看 他计算的 原来他计算 稀释性美股收益的时候 他计算的基数就行了 你算了算 这个值啊 这个值 我没有去算啊 假设我们给他一个值是 用个data来表示 data来表示 也就是我原来的股数是 12500 加上一个 我现在限制性股票的 潜在普通股部分 是吧 所以啊 12500 加上 我限制性股票 普通股的这个部分 去除以 我12500 这个是不是 我们普通股的部分 普通股部分 享有的一个净利润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值 这个限制性股票的 这个 无对价送股的 这个部分 去除以12500 加上 有data 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啊 你就把子公司的这个净利润 是不是人为的 分成了两个部分 你用他去乘一他 他去乘一他 是不是就得到了两个部分了 两个部分的净利润了 那么这两个部分的净利润 是不是我们都要 在计算 合并稀释 美股收益 分子的时候 计算 归属于我母公司的这个部分 因为这是子公司 全部的一个净利润 我要计算 归属于我母公司的部分 那么归属于我母公司的这个部分 属于普通股的这块 是不是只有百分之七十啊 百分之六十啊 它占比百分之六十啊 是吧 那限制性股票这一部分呢 与我没有任何关系 我占比是百分之零 所以我最终 寄到我的 西市美股收益 分子当中去的这个数额 就是我上面的这个数 就是我上面的这个数 那这个数啊 你看 33 我再写一遍 33000 去乘以 12500 去除以 12500 加上那个Delta 这个值 不就是我们刚才算出来的 西市美股收益 2.62吗 是吧 是这个2.62吧 是啊 所以就应该是 2.62去乘以 12500 再去乘以我们的持股比例 百分之六十呗 得到1965 我觉得用这种方式去理解 还是比较好的 上一个体和这个体 都可以这样去理解 就是把我子公司的这个净利润 分成两部分 分成两部分 一个是我 本身发行在外的普通股 所占的一个比重 另一个呢 是我 我的一些潜在普通股 占的这份利润 那为什么要分开呢 因为它占的比例 分别是不一样的 好 那这个题啊 是2022已经新增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会多 这种方式的净利润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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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